差梁行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面对联署门槛极有可能达标 国民党急忙力挽狂澜 试图动员全党就义人 不过在这紧要关头 谢国梁却又爆出新的政策争议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今天登场 川普拜登激变90分钟 针对内政经济以及乌尔战争的议题交锋 双方攻防表现谁能够胜出 专家评价曝光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怡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新闻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来看到这个周日就是 拆凉行动第二阶段的联署截止日 那么面对联署最后冲刺阶段 极有可能会冲破三万份达标 国民党现在也开始急了 几乎是全党总动员要来抢救谢国梁 不但放话要发动 罢免民进党籍的议长来反制 今天更主动召开记者会 活力全开攻击林友昌任内缺失 另外今天晚上国民党也特别前往基隆 举办国会改革的说明会 可以看出声援谢国梁的意味浓厚 而稍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态 认为谢国梁并没有做错事情 他这一年半来他的努力 尤其在基隆市政上面 他用爱 用和平 让基隆市政做改变 同时当然他也把过去 失去的一些基隆的市场 把他找回来 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那我们当然不应该做 因为用仇恨 用所谓对抗 就要来罢免他 不止现在全党就义人 蓝银还喊出要提高罢免门槛 来为谢国梁解套 不过蓝白阵营似乎对此是不同调 因为柯文哲就再次重申 现阶段并不赞同改变罢免门槛 但是罢免的程序可以更加严谨 那么面对蓝银今天的大动作攻击 绿营也反抢 谢国梁的问题在于 无法获得市民的认同 更批评国民党罢免议长的行为 才是真正的介入罢免 刘昌任内的市府发言人 有本名也直言 谢国梁都上任一年多了 还在炒冷饭 可见真的是被罢免给逼急了 那么就在罢免联署的紧要关头 谢国梁竟然再爆出新的政策争议 被提报竟然砸下1400多万的预算 要在全市大量的铺设人工草皮 最离谱的是 就连警局的屋顶 以及马路边的走道和施工围离 通通都被覆盖上塑胶草皮 那么这也让林佑昌的包妹 忍不住大酸 谢国梁让基隆的空气充满塑化剂 难不成是想在屋顶上面野菜吗 而从谢国梁上任至今的争议政绩 也引来许多市民的不满 包括拆凉行动的志工 以及基隆在地青年 都透露真实的心声 表示谢国梁不止应变能力差 种种政策更是大花特花 但是背后却是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效益 最后看到的是国会扩权法案 日前已经正式生效 而行政院长卓龙泰也在新法上路之后 首度到立法院来背询 他戏称自己今天就是来以身试法 不过就在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针对陆委会调升中港澳旅游灯号 进行质询的同时 双方就因为问答的先后顺序 一度让场面飙出火药尾 你可以看到这个赖总统 又把台湾派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台湾派都跨攻在一起 他这个前居后攻 我远离错了 二十二下一张说 只要我们要插入国际组织都是哦 我没有叫你讲话 你先听你不要讲好不好 尊重我 那是要把事实讲出来啊 我没有请你讲话 请你不要讲话 针对立委这一类叫骂式的质询方式 知名导演王小弟就忍不住批评 有太多立委的表现都非常的不专业 形容根本就是低端的质询 而民进党立委赖瑞龙也建议 新科立委更应该要加强自己的专业 以免闹出笑话 至于在视线案的部分 总统赖清德今天也正式提出视线申请 不过在视线结果出炉之前 总统到底应不应该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也再度引发朝野的激变 来白两党更批评赖清德违反选前的承诺 不过绿营现在就拿出影片当证据来打脸 用影片还原赖清德当时的说法 侯市长说我不愿意到立法院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情咨询 这是错的 这个是假讯息 因为根据 不管是根据宪法 或是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总统都有义务 应立法院的要求 到国会去进行国情报告 接受立法委员的国情咨询 但是并不是规定一对一的咨询 透过影片可以看到 赖清德当时说的是接受立院国情咨询 而不是咨询 立委苏巧慧也揪出黄国昌市 透过刻意变造字幕以及剪接影片来误导民众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则是怒批 蓝白两党根本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难怪民调会节节下滑 那艘话题来关心 年底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选情进入白热化 而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的首场电视辩论会 也在今天举行 双方在90分钟的辩论时间内 从内政到外交一路激烈交锋 其中也包括受到国际关注的战争议题 其中川普的表现就被认为是火力 全开 不仅大胆的指控拜登拿中国的钱 批评他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强硬 还夸下海口的说 自己如果胜选就能够摆平乌尔战争 而因为感冒状况不佳的拜登 则是一直到谈论川普卷入的官司 才开始慢慢的扳回一城 而两人这一回正面对决 唯一有共识的一点 就是对中国的商品要采取高关税的态度 那么针对两人今天的表现 民调就显示有将近七成的选民 认为这一次川普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只有大约三成是支持拜登 而BBC的报导则是指出 已经高龄81岁的拜登 确实状态不如以往 明显在辩论会中占下风 至于川普则是多次引用假消息 那么也因为这些说法 目前还没有被查核 所以才没有露出马脚 另外还有政治评论员爆料 拜登今天的表现让民主党也相当的担忧 甚至党内已经涌现换人选的声音 此外也有政治专家认为 这一次两名候选人的表现 其实都不好 最后带您关心 在公车捷运上面 做博爱座到底应不应该让座给老人 日前就引发了不少争议 而卫福部社家署今天就预告 之后将会比照其他国家的做法 修法把博爱座改名为优先席 也就是把适用的对象 从老弱妇孺扩大到有实际需要的人 另外看到在北节日前 也传出文湖县的捷运广播 特别强调做博爱座的时候 年龄不是唯一的标准 而针对日前的博爱座之乱 民众也透露对博爱座纯废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一直过度推承 就是一定要离让给老人 或是明显看得出来 有说博爱座人的话 其实会有点丧失博爱座本 博爱座不应该是老人专属 应该是孕妇或者是身心障碍 或是你身体有病痛的 或是其他人愿意让他就让 就是说整个车厢都改成 只有老人才可以坐车厢 第三个方法就像大家讲 直接废除 什么叫博爱座 博爱座就是说一定要让老人 老人有些人身体好 80几岁还活蹦乱跳 这种情绪的勒索 很不适合 应该改成适当的需要者 我其实不会说 我就是要废掉那个 因为有问题的是人跟思想 不是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可以再去宣导 好 接下来看到 社家署副署长今天也谈言 原本相关法条中的老弱妇孺等文字 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但是事实上 长者对于座位的需求 不一定是比较高的 那么面对卫福部这次火速修法 老人福利联盟也期盼 能够透过修法 避免民众对长者贴上标签 造成世代对立的情况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 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